好了,在节课我们来介绍传感器第二部分的内容 安卓传感器的分类 那么安卓传感器总共分哪几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是动作类的传感器 第二个是位置的传感器 第三个是反景的传感器 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动作传感器 动作传感器里面包括加速度传感器 以及重力传感器 我这个重力怎么显示不出来呢? 打一下 重力传感器 可能这个软件有问题 我保存一下这个重力这个字就没了 好,大家不用管它 我们接着讲 动作传感器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托洛仪 那么加速度传感器 我们之前也介绍了 送我上七天的应用里面就使用了加速度传感器 加速度这个东西 大家物理里面应该学过吧 也就是说代表一个物体 单位实践里面速度的变化 这个东西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说了 重力传感器呢 这个就是包括一些游戏里面经常使用 还有一些跟重力相关的东西 托洛仪这个东西呢 也许喜欢军事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个东西 应该很早就听说过 因为这个托洛仪最早是使用在军事上的 比如说 导弹呢 像飞机啊 什么的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持物体的姿态 来判断物体的姿态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比如说导弹上 它判断一下导弹是水平的方向 还是翻转的方向 还是侧着的方向 这样来保持这个它的正确的规道 比如说 我们在游戏里面 也经常使用这个托洛仪这个东西 来判断手机的位置和方向 或者是你可以通过托洛仪来判断一下 手机是是屏幕朝下 还是屏幕朝上啊 来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屏幕朝下就把那个 比如把亮度调低啊 或者是把一些铃声关闭啊 之类的东西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说位置传感器 位置传感器 首先包括方向传感器 还有个磁场传感器 方向传感器 这个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 那么磁场传感器呢 它主要就是跟地磁的夹角 我们知道地磁呢 跟这个正东 正南 正西 正北 这个还不一样 所以说呢 它这个总共都包括在这个位置传感器中间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反景传感器 这里面呢 首先有几个比较特色的传感器 有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 就是测量温度的 还有个压力传感器 就是测量压力的 还有一个光线传感器 光线传感器呢 这个我们平时经常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LED屏 手机的LED屏呢 在光线非常亮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手机的亮度调到非常高 在光线暗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需要那么亮 让它变暗一点的话 这样对我们的眼睛也好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一些手机里面 都有一些自动亮度这个功能 它呢 它使用的 就是这个光线传感器这个这个组件 它通过来判断当前光线的强弱 来改变手机屏幕的亮度 比如说还有一些现在的阅读器啊 之类的 现在软件也会使用这个光线传感器 来改变当前屏幕的亮度之类的等等 当然了 现在传感器 未来会还会非常多 目前我们接触的就这么多 未来有可能会更多 像现在移动伏联网发展的那么迅速 手机硬件也发展的那么迅速 未来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多的传感器 比如说气压传感器啊 还有一些等等等等 其他一些非常先进的传感器 那么呢 其实想给大家说的就是 大家要学会一种学习的方法 就是如何学习一些 如何学习一个传感器 这样的话 如何学习一个传感器 如何学习一个传感器 以及传感器相关的使用 这样的话 以后等后面再新增加了一些新的传感器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们都不用怕了 都直接上手开发就OK了 好了 下面呢 这些是一些就是传感器的类型 我简单的写了一下 这个谷歌API的温导上面也有了 大家下去可以看一下 像方向传感器啊 像加速传感器啊 像光线传感器啊 它是在Sensor的这些类型里面 像距离啊 像温度啊之类的 OK 学习了这些分类 那么我们就来 获取一下手机上 我们现在手机上已经存在的传感器 看一下我们手机上都有哪些传感器 当然了 手机上这些传感器的名字 每个手机都有可能不相同 这个提前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了解就行 那么我们就来用一单代码来学习一下如何获取手机上已经存在的传感器 打开我们的开发工具 还是一样右键新建一个工程 起个名字叫做 我们还用中文名字吧 获取手机上存在 存在的传感器 包名我们给改成 看不掉 看不掉 卖子 一定有点 叫做 生事 生事是吧 我们这个最小SDK选一个15吧 在这里 这个最小的SDK版本号 我选择了15 那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谷歌的最新的ADT工具 谷歌工程师在4.0以后呢 就新加入了X-8这一个空间 现在呢 它为了让像2.3和4.0的主题一样 就是在使用X-8的时候 大体看来看着UI效果 就是比较相似的程度 所以说它加了一个叫做素材的酷 而现在呢 我们没有用到X-8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 我们直接就先选15好了 这个主题呢 我们就给它设置成Now OK 下一步 其他的都是跟之前一样 这个地方呢 我们不是TV的界面 我们选一个空的Activity就行了 好了 好了 我们工程已经建好了 嗯 我们来先来到主类 Mind Activity 首先我们的传感器是不需要权限的 因为它是一个硬件上的硬件上的东西 其实也不牵涉到中复的影视 所以说它不需要权限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 嗯 获得安卓手机上的传感器 谷歌官 谷歌 谷歌官方呢 嗯 在地方有一段实地代码 它是通过就是获得System Service 就获得系统的服务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传感器的东西 嗯 还有通过传感器 然后获得传感器的列表 那么我们就来直接写一下 叫做 Gate System Service 这里面有一个 叫做Context 点Sensor Sensor Service 我们拿到这个 然后把它给强转 称为Sensor Manager 叫做Sensor Manager OK 给它强转成Sensor Manager 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 它这里面呢 有一个 方法叫做 点Gate Sensor List 就是获得这个传感器的列表 那么它里面传了个值呢 是一个 近的型的 近的型的type 我们看一下应该新type 都有什么呢 首先 生死点 它这里面有一个 就是type 2 还有一些 光线传感器啊 这就是 这就是传感器的类型 我们可以 比如说取得一个单独的传感器 也可以取得所有的传感器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使用 type 2 写下注释 这个是 是 获取 手机上 所有的传感器 OK 这个地方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 我们看一下是一个 例子的机核 那么我们给它写下 例子的 等于 叫做 Sensor Sensor 例子的 OK 我们把这个 列色导包 好了 嗯 其实 获得手机上的传感器呢 就其实挺简单 就这两行代码 嗯 我们现在已经写完 那么我们给它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这个获得 这个传感器的列表 我们来个或循环 叫做 SensorList .size .size 然后 我们就用 System.out 来打印吧 叫做 传感器 叫做 传感器 嗯 加上 加上 爱 就是 第几个传感器 还有 再加个冒号吧 再加上 SensorList 点 点 get 爱 就是 打印出来 这是总共有 多少个传感器 然后还有 传感器的 传感器的个数 传感器的每个传感器的名字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传感器的总数吧 的 的 的 总数 叫做 加上 Sensor.size 好了 整个程序我们就写了 那么我们来 嗯 在我们手机上跑一下 我这地方连的有一个小米的手机 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到了我们是在 知识在这个 oncreate 方块里面就写了几行代码 布局是没有做任何操作的 所以说 嗯 见面就不跟大家看了 那么我们直接来看日子好了 哦 这个之前我之前的都没有 没有清 嗯 把自己我把之前的日子清一下再重新给大家运行一下 好 打开 好 大家看到了吧 总共 这个 这个 否刑 我们把这个总数也 否刑 好 不过不影响 看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这个是小米的缝米手机 总共呢 他说 传感器的总数呢 总共是13个 嗯 那么这就是每个传感器的 一些名字啊 像一些 一些属性啊 什么东西的 这些这其他东西这是什么 大家可以下去查一下 我们看这个传感器 这个是加速度传感器 当然前面 就是有可能是的 传感器的型号之类的 像这个就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陀螺仪 嗯 这个是第三个是陀螺仪传感器 还有嗯 往下看像光线传感器啊 像重力传感器啊 还有一些 嗯 像 游戏啊 方向传感器 其实这个其实也就是 就是重力的 嗯 重力加速度传感器 之类的东西 往下面看是方向传感器 还有一些 像光线传感器之类的 嗯 等等 嗯 当然每个手机上获取的名字和传感器的类型呢 也都不一样 嗯 有的手机呢 其实也没有这么多传感器 甚至有的更高级的手机 嗯 像几千块钱的手机呢 嗯 有可能传感器费更多 嗯 我们下去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取一下 你手机上 呃 总共有多少类型传感器 有多少种 嗯 代码呢 很简单 其实就这两行 大家下去 练习一下 太多了 碟1 尺整 尺